好,然後特別注意我這邊頂多是說我有改的地方大概就是一些介面上面的顏色啦 還有多了一些那個水平的配置 那頂多就是說呢上面的那個 上面裡面的那個 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的畫面截圖啦,大概就長這樣子 那我是希望說能夠當我輸入他的年齡之後按確定 他可以幫我判斷說他到底是不是成年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要寫的話,寫個程式大概寫這樣,其實蠻簡單的 當按下按鈕之後 如果呢他的年齡是小於18,那就幫我設定成未成年 反正就設定成成年 那其實如果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那怎麼做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我是覺得他這個設計工具還蠻直覺,就是當 按下這個按鈕,所以按鈕的話呢 按鈕部分的話是在哪,按鈕在這裡,所以按鈕按下去,當 按鈕被點選的時候 接下來的話設定一個邏輯,邏輯的話就是True跟False,選第二個 把他拉過來 那這個邏輯就是說呢 比較一下什麼資料,比較兩邊 因為比較的是數字 所以記得,比較如果是數字的話,記得他不是放在我們之前用的這一個 因為這個是比兩邊的文字,而不是比數字喔 所以如果比數字的話,在數學裡面 數學裡面的第3個 第3個就是比數字的部分 所以這個數字兩邊比較 如果左邊,左邊是什麼 左邊就是 他輸入年齡 輸入年齡就取得他裡面的文字 所以你可以從年齡裡面取得文字,取得應該是凸出來的 那要修改的話就是 就是這個有點凹下去的 所以這個 當取得他裡面 輸入文字 如果是 小於 18歲的話 18後面是一個數字喔 數字的話呢,記得在 數學裡面找到那個 這邊是數字,把這個第1個 拉過來 假設他是小於18歲的話 那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那個什麼 底下的那一個 哪一個 底下的 所以 底下的那一個 那個什麼 結果部分就這個 結果部分喔 把那個結果裡面的文字 所以是要修改的話 那記得就是凹下去 他的文字 所以 修改他的文字在哪裡 文字 文在這裡 有沒有 文字 修改就是 設定文字 為什麼呢 為 未成年 未成年是一個 三個字嘛 文字 所以文本裡面第1個 第1個的話就是 前後有雙以後 OK 就是文字 那裡面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未成年 OK 所以喔 如果他 小於18 那我就 改 反之 否則的話 按右鍵 複製一下 把這個複製 再放一個 那把它改成成年 改成年很簡單 就是把未拿掉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程式就寫完 寫完之後再把它兜到 這個裡面 這樣就完成 當這個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那我就是 判斷一下 如果 他輸入年齡呢 假如是 小於18歲 那我就把底下的那個標籤 改成未成年 那反之如果他大於18歲的話 那就是 成年 這樣成是OK的 所以 我們再來就是把它 打包一下 然後最後run 後來我剛剛已經把它run了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輸入的是 5歲好了 5歲應該未成年 50歲 50歲應該成年 所以按確定 這邊就變成年了 如果改成5歲的話 他應該變未成年 有沒有 2跟4而已 不過 這個邏輯好像太簡單了 所以待會可能要改一下 不過甚至 你底下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張圖 比如說 這個圖的話 我希望讓他顯示出那個 圖的部分就是說 一個是未成年的圖 一個是成年的圖 未成年圖應該是長怎麼樣 成年長怎麼樣 這個有點 很難去意會 但是你找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文字之外 你可以讓他一個圖 讓他表現出他成年跟未成年 OK 那也許可以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對 那我剛剛寫完這個程式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第29頁也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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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